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角奖 他的粉丝从最初的两万左右一直升到百万 真实的火了一把 任嘉伦的事业起步可以说是从这部剧开始的 第三部男主剧 任嘉伦是和杨子合作的 任嘉伦和杨子合作的这部《天机之白蛇传说》 热度应该是不如预期 没有达到大火的程度 而且因为剧情的问题遇到不少的吐槽 只能说这部剧和剧情有很大的关系 《秋缠》是2020年播出的女主是李曼 李曼出演的电视剧不多 也不怎么火 所以流量来说本身就比较少 两个人主演的电视剧《秋缠》反响也不是很好 很多人反映这部剧剪辑不够好 逻辑也不够严密 所以总体上评价还没有到达及格线 众所周知 任嘉伦就是凭借《景音之下》 开始第二轮爆火的 《景音之下》搭档的女主是谭松印 谭松印在这之前已经发展得很不错 凭借网络剧《最好的我们》 已经收割了一波粉丝 这次和任嘉伦搭档主演《景音之下》 不管是饰演的原金夏还是路易 都收获了不少的好评 但这部剧也有很明显的不足 比如《五毛钱特效》非常假 但剧情尚可 总体来说比及格线上不少 这部剧两个人是真的诱惑了一次 《不说再见》这部剧搭档张军逆 张军逆一直以来都是女神级别的女演员 口碑不错 但是并不怎么火 而任嘉伦和张军逆合作的这部剧也反响名评 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关键的是观众对于剧情的评价也很差 觉得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 《木白手》是去年6月份播出的女主师张桂文 一个挺漂亮的妹子 这部剧的反响只能说没有很差 但也不是特别火的那种 喜欢的人有很多 不喜欢的人也不少 这一对重刚好在极歌线的水平上 《欧雅小姐与戏先生》 这部剧任嘉伦搭档的是行妃 行妃这个名字可能很少有人听过 并不是很出名 这部剧播出后也没到火爆的程度 就是平平常常的那种状态 周深如故任嘉伦搭档也是一直以来资源不错 但是不温不火的女演员白露 这部剧总体来说不错 但是悲剧结尾更让路人感动 而白露的表现尤其是到最后几集 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不过这里还是有很多逻辑 难得说通的漏洞的 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情况下 来说任嘉伦和白露在这里是相互成就了 两个人都为自己证明了 《一生一世》是周深如故的后传 任嘉伦仍然是和白露搭档 这剧还没播完 对于看完了周深如故的人来说 算是一个慰藉 但如果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这部剧 相比起来也许如故的评价会更好 因为类似的《一生一世》这样的填据太多了 如果不是足够有新意 很难脱颖而出 不过这部剧总体的评价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也不至于差 总体来说任嘉伦最好的三部剧 应该是《大同荣耀》 《景之相》和《周深如故》 明显是古装更占优势 希望任嘉伦多磨练演技 日后能够带给观众更好的作品吧